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上次就用了Urban Decay 這個Naker Smokey 化了一個日常都可以出街的 一個日常輕盈煙燻妝 接下來我們就想 玩一下重口味 首先第一件事 因為這次眼妝相對比較濃 Urban Decay雖然他們這次的眼影 比以往的眼影更幼細 但我也怕太濃妝 顏色太深會到處飛粉 所以我會先化了眼妝 然後再塗粉底 待會做修補的時候 也會相對方便一點 所以大家就要忍受一下 我現在這個 滿目瘡疑的月球表面皮膚 因為這兩天剛剛M完 很多暗瘡癮 第一件事 由於都是那句 雖然Urban Decay的眼影粉 是很顯色的 但為了要增加眼妝的持久度 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 先做一做打底 我今天這一刻 繼續會用的 就是Urban Decay的 Eye Shadow Pimer Portion 我會輕輕地放在我的指尖 然後 把它上在我整個眼窩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準備化眼妝了 其實一個最簡單化 Smokey Eyes的方法 就是由深色到淺色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以用一點點底色 來再打底 比如你可以用一些 比較creamy的眼影筆 我其中一個推介 都是Urban Decay的 這個24-7 Glide On Eye Pencil 非常之好用的 因為它很creamy 所以你滑上眼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很戒眼 或者覺得好像很痛 而這一支雙頭眼影筆 其實就是我在Liquor Palette 第一代第一批的時候 附送的 現在應該都 分開可以買的 我自己就覺得很好用 另外呢 也可以嘗試用其他的眼影筆 來做底色 那我今天就會用的 其實就會是Laura Mercier的這一支 叫做Cavier Stick Eye Color 那是一個 Eyeshadow Crayon 那就是一個伸縮的版本 那我一個mini size 那它是帶一點點紫色的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那現在呢 我就會輕輕把它畫在我的眼線對上一點 那就不用畫得很工整的 那其實好像我這樣 我就會是點開它 那你可以用眼影掃 或者輕輕用無名指 把它 印開 跟著呢 我們的Naked Palette 就要出場了 那這個Naked Smokey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有12隻色 剛才大家都看過了 那其中有一隻呢 就是帶一點點紫色的 那我非常之喜歡用它 也都是因為這樣呢 我用了一個Burgundy Red的一個顏色 一個眼影 因為我覺得Smoky Eye 就不一定要是 只是 只是 局限於只有黑色 灰色 那樣的 那現在呢 我就首先呢 會用一個 嗯 扁頭的眼影掃 輕輕呢 就拿這一隻 Smolder 這一隻帶子的一個 深色眼影 然後呢 我就會用隔離這一隻 叫做Bread Market的一隻黑色 再拌一些這個Gega 這隻灰色 來擺在我眼尾的位置 然後呢 我就會用它這個 Naked Smokey眼影盤裡面呢 附送的這個雙頭掃 然後呢 我就會用它這個 Naked Smokey眼影盤裡面呢 附送的這個雙頭掃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簡單這樣 去用這個 叫做Password的 這隻啡色 大家看不看得到 對 這樣就帶一點 灰啡的一個感覺 慢慢 這樣呢 在這個位置做一點點的 什麼叫做煙燻妝呢 就是其實整個眼妝呢 是Brand得非常之舒服 不會說一塊塊 也不會說有很清楚的界線 所以現在其實呢 我們就很靠一支掃 幫我們去 令到整個眼妝 Brand鬆開去 接著就是時候 要出動你最喜歡的那支 Branding Brush了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呢 就是這一支MAD的 221號眼影掃 那我們呢 就會用這個叫做Combust 這隻眼影呢 來到去做 最上層的一個Branding 那其實Branding這個歲月呢 是可以很久的 因為你整個感覺 要令到它 看到慢慢開始有smoky的效果 你需要花多點心機的 那當然 一支好的Branding Brush呢 是幫到很多手的 那最後呢 我就會用回Thirteen這隻色呢 就是打去最高的那一層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眼影盆 挺好用的 就是 它有幾個漸層的一些肉色 來給你做Branding 那是挺幫到手的 那掛著去化上膏呢 下面其實這個眼部都要 所以我們呢 所以我們呢 都會用一點點 眼線筆呢 在下面 所以我今天呢 就會繼續用回這隻 Urban Decay的 Glide On的 24-7這支 ZERO 那我就會呢 我平時很少 會畫我的眼線筆 那我就會由這裡 畫到這裡 就扭胸去 然後呢 我就會用一個 圓頭的眼影掃 輕輕地 Brand鬆它 然後呢 我會用一個 DECA的眼影粉 再去拌一點 這個Smodel 帶紙的那一種顏色 輕輕 這樣去引它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會慢慢呢 跟著這個東西 停上一點 然後再 抹開它 Brand開它 OK 那另外呢 這隻眼影盤裡面呢 有些閃粉 是非常之有趣的 那它本身就這樣上的話呢 就很容易會是 有飛粉的現象 那包括了這個 叫做 Amour這一隻 那它是帶一點點銀色 也都有一些 金片在裡面的 那我就會用回我的 無名指呢 輕輕 拿一點 然後慢慢呢 dap在我眼 頭 還有我 眼的中央位置 加回呢 一點點我們的 叫做 3D的效果 那帶一點點閃 那所以就 當你去Party的時候呢 那就會在燈光底下 看上去就很漂亮了 OK 好了 那現在去到這個地步呢 其實眼妝呢 我們會先停一停 然後呢 我們就準備會去 塗粉底 那 因為你現在看上 覺得好像很髒 那樣的 那我做的做法呢 就是會用一個乾淨的掃 然後呢 就會塑上了 那 剛才有可能會 飛了下來的一些眼影粉 那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塗粉底了 那我用的呢 都是這個 Urban Decay的 叫做Naked Skin 這款粉底 是很薄很透的 一款粉底 那 塗完真的好像沒有塗粉底一樣 那 那 我就會擠一噴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可以遮黑眼圈了 同樣地呢 我也是繼續用Urban Decay的Naked Skin Concealer 那我最近都很喜歡用它 因為呢 我覺得它的質地很像我之前大讚的Maybelline Fit Me 那它的顏色呢 又剛剛好 我用一支呢 就已經可以搞定 那呢 為什麼我們就是要 在我時候畫了一些這麼深色的Smoky Eye 時候才上底妝的原因呢 就是我之後 可以很清晰地一樣 去遮好我的眼圈 同時可以控制呢 我的深色去到哪個位置就停了 那 那這支Naked的好處就是 我塗那麼多都不會覺得厚 那所以呢 只需要用一個Beauty Blender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些三角棉 化妝棉呢 輕輕拿一點粉來做定妝 那 如果你覺得妝看下去太濃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掃呢 輕輕掃就多餘的 那整個妝呢 就不會看下去 好像很厚那樣 那這樣 那就會看下去呢 都是保持著 很薄的一層 然後就是時候要畫回糖眉了 那 其實這個Naked Smokey呢 也都有幾隻啡色呢 是很適合來畫眉的 那所以我就會用一個眉掃呢 輕輕呢 用這個Password 和這個Whiskey 來畫我的眉的 那 那首先我就會 輕輕掃好 我的眉型先啦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Password 相對淺一點的灰色 去畫我的眼頭 然後我就會用咖啡色來畫我的眉尾 一 如果你覺得睫毛膏也不夠的話 那就可以好像我這樣 黏一對假眼睫毛的 那我用的呢 就是在SASA買的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眼睫毛眼尾的部分 會再長一點小一點 那就可以幫你營造一個Cat Eye的效果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整個底妝 和眼妝都完成了 想令到面積再好一點點 不會覺得那麼酷的話呢 可以塗一些胭脂的 那剛才我們用的呢 就是一個平價版啦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都會用Urban Decay的這隻眼影 sorry 這隻胭脂 那我也是會用一個 少少的胭脂掃 拿少少 那就不需要多的 輕輕點兩下就可以了 那 然後呢 我就會選這隻 相對地有少少 是貼近粉紅 但是主要是螺色的一個唇膏呢 來去塗上唇膏 而最後我就覺得整個妝呢 其實相對地都是比較冷色調 那我都希望可以加上少少暖色來去平衡 亦都想去做少少少高光 來去令到整個妝容是更加立體的 那所以呢 我就用了一個 BECCA 這個叫做OPPO的一個 highlighter 來去打亮我整個膚色的 那我就會用一個 Fran brush 輕輕拿少少 放在我 射個C的位置 那如果你想 那個 那個 鼻子那邊呢 可以看上輪廓深一點點 我們又可以拿回這個 Naked palette出來 那這個Smoky 裡面不是有一隻 這兩隻 啡色的 那我就 將它 各自拿少少少 然後 在我 山根的位置 打少少少鼻影 然後 整個妝呢 又完成了 那你可以隨時 晚上的時候 這個妝因為比較濃 所以都適合 晚上出去吃飯 或者去派對的時候化 那 大方得來都挺得體 又不會覺得 沒有眼耳口鼻 那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這個分享 簡單一個總結 如果你問我 在這四個 Urban Decay的 Naked Palette 我最喜歡哪個呢 其實我都會比較喜歡 Urban Decay的 Naked Original 然後 就會是Smoky 最後就是第三代 和第二代 說真的 如果我真的 一早出了Smoky的話 我想我不會選第二代 因為 第二代 整個色系 都是比較冷 色調 那我自己用的時候 就覺得 挺累的 化身眼妝 都好像不太精神 那所以我自己 編號都是 Original版本 還有 這次的Smoky 我也挺喜歡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 它的眼影 質地又比以往 是再幼細了 還有 Quality高了 那 純粹個人觀感 如果你們也有更多 問題 關於Naked Palace 或者Urban Decay的話 不妨在 comment box 留言 那或者我們下一次 可以好好地 去看一下 Urban Decay有什麼 其他 值得推介的產品 那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 好 好